行窑是中国北方最早烧制白瓷的窑场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2014年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8岁的杨宗妍一直致力于行窑文化的保护工作 经过多年努力 她陆续恢复了多种行窑陶瓷传统烧制的记忆 行窑是中国北方最早烧制白瓷的窑场 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 史烧于北朝 发展于随 兴盛于唐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2014年 行窑陶瓷烧制记忆 被列入国家级废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年58岁的杨松妍 现任行台市内丘县行窑文献馆馆长 经过多年努力 她陆续恢复了多种行窑陶瓷传统烧制记忆 杨松妍的女儿杨硕 在父亲的影响下 创建了口述史工作室 这对妇女一直致力于行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杨松妍不仅成功研发出 11种稳定的泥胎诱料 烧制出几十种仿骨形窑典型器物 而且不断创新研发 适合当代陶瓷表达的新材料 她创作出上百件 不同风格的优秀陶艺作品 在恢复和传承行窑摇摆此烧制记忆基础上 杨松妍还研发出多种文创产品 让行窑白瓷从艺术性和观赏性向实用性转变 她创作的白瓷陪伴灯 曾多次在国内赛事中获奖 出于对行窑的热爱 杨松妍的女儿杨硕 2017年毕业后 放弃了出国留学和赌博的机会 选择回到家乡 与附近一起传承行窑文化 在行窑文献馆成立的基础上 杨硕创建了口书史工作室 我们正在打造自己的文化的品牌 它是一个连接着历史 传承和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文化品牌 然后不断地和自己的设计师 每年会研发出系列的文创产品 从2017年到现在 大概有五年的时间 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 我看到了行窑的整个的发展过程 并且参与其中 我觉得是一个相互滋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如何留存行窑的活态文化基因 杨硕表示 将现代科技和传统文化的标本 进行相互结合 运用全新扫描技术 对古文物进行扫描 形成电子数据库 这也是设计文创产品的材料库 设计师在进行现代创作的时候 他可以随时去这个电子库中提取他需要的元素 而这些元素都是正宗的原汁原味的 形容的文化基因 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进行了一个活态的传承 传统至极而新生 新生至极而传统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两个方向都做到极致